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傅成鹏 推新剧 建立作 新推荐 马上开始 命运迥异的四个孩子 在草原上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呢 不管是从朝鲁的视角 还是从我们旁观人的视角 他的父亲其实 其实有一个词 可以形容到他身上 叫简单粗暴 我的仇 我自止暴 我用不着你用这种手段 我盟族男人是不搞阴谋鬼戏的 要报仇也要堂堂正正 牧民的这种单纯 草原上的那种牧民对孩子 就像我们小时候 也经常挨打一样 这个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但是他确实是 他的这个父亲 有非常宽广的胸怀 我不该让你回来 生儿子跟阿爸还说什么客气话 当时我们商量的 我们拍的时候跟导演一起沟通的时候说 我说我们这场戏我们不哭 可是到最后拍金锦的时候 当你看到那个夕阳射进来照进来 然后他躺在那的时候 你就真的控制不住 就是眼泪就稀里哗啦 稀里哗啦就掉下来了 然后还好是拍金锦的时候 是先拍的我 后来他们就说 他说你太过分了 你明显是在抢心嘛 你说好的不哭 你哭得稀里哗啦 我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是真没忍住 陈若水啊 领你来做这个决定 我 我不知道 老看不上他了 从小到大 到以后年龄大了以后反而还好 觉得他就是从包软弱 完了还抛弃他妹妹 还把他妹妹给甩了 恨不得一把他往死里揍 但是陈若水也看不上潮鲁 你知道吗 他俩互相看不上 他就觉得潮鲁太莽撞 就是没文化 阿灯华喜欢你这个事 全公社恐怕旧你也不知道了 你个主脑子 你怎么这么笨呢 其实这个关系我相信 我说出来大家一定能够理解 包括大家看的时候一定能理解 但是当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跟他一起跪在那儿 给他父亲送信 这个就是兄弟 而且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你知道你放弃这个机会 意味着什么吗 那就意味着阿灯华 又改变命运的机会 而你不能 他在利用你的善良 我不在乎 其实我们在讨论剧本的时候 聊起过这个事情 说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人 就是完全的大公无私 完全的就是善良到极致 有时候会觉得会说这种人物不可信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信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剧中的一些情节 还比不上现实生活中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种 就是比剧中还更极端的一些例子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觉得他的这种善良 他真的是发自肺腑的那种善良 他没有任何的那个 私心杂念的那种 剧中的潮鲁 一度与阿滕华相互爱慕 然而在阿滕华看来 美好的未来 明显比眼下的爱情更重要 你就像他当时跟潮鲁出朋友了 后来因为这个有一个当兵的 就是很吸引就是年轻的姑娘 然后再加上他的父亲 又是当官的 在他看来就是说 他如果是跟他在一起的话 就不用吃那么多苦 我从看剧本开始 我就没有说 把阿滕华当作一个患人来看 我觉得他只是 他有他的价值观 当然他有时候这么去做 他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做 他可能会损化到别人的利益 你可以去朝着你的价值观 去努力做你想做的事情 但是你损化到别人的利益了 损化到别人了 那这个就有问题 有什么了不起的 都是一列火车来的 还给人分成三六九等吗 太欺负人了 辽阔草原上的每个孩子 都在为自己的命运而努力奋斗 更多具精彩就在新推荐 我是傅城隆 明天见